这或许是用一种最博大精神的词之一 咱们都知道shit的意思是 既可做名词 也可做动词 但这个词能表达的意思可远远不止于词 shit最常见的含义的确是负面的 比如如果你说某个人祸物是 那你就是在说它是 一个糟糕的人祸物 刚才是名词的用法 还有形容词的用法 如they are a shit team 他们是个糟糕的队伍 that's a shit car 那是辆糟糕的汽车 this is a shit video 这是个糟糕的视频 wait this is a video about shit not a shit video right 如果你同意的话 还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除了糟糕的人祸物 shit还经常被用来指代糟糕的话 比如如果你觉得某人满嘴胡言 可以说 you're full of shit 如果你怀疑他在逗你玩 或者在耍你 你就可以对子表示怀疑 are you shitting me 有的时候对方并不是在耍你 只是告诉你一件让你很吃惊的事 而你为了表示惊喜 可以用no shit 提问或跟对方确认 no shit no shit 不过如果对方说话一直绕圈子 你就得让他 cut the shit 不过呢 你也别以为shit一定指不好的东西 比如你和朋友之间可以 shoot the shit 请千万别从字面上理解 那个画面太美 不敢想象 刚才这个短语的意思 其实是闲聊 和朋友闲聊之后 你就要开始忙了 可以说 I got shit to do 还是一样的 不要从字面理解 这里不是说要上厕所 而是 我有事要做 但如果你做事乱七八糟 搞砸了某事 我可能就要对你说 Clean up your shit 收拾好你的烂摊子 如果我态度好一点 对你表示鼓励 可能会说 Get your shit together 振作起来 但如果你不领情 可能会对我说 You don't know shit 你啥都不知道 你甚至可能认为我在欺负你 便会说 I don't take shit from you 我不想受你的气 那我可能就要表示放弃 对你说 Fine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your shit 好吧 我不想管你的事 甚至我可能表示 完全不在乎 I don't give a shit 我不在乎 换句话说 Give a shit 是在乎 实际上是好事 没错 Shit 可以用于正面语境 再比如 如果你觉得某个东西 好得很 可以用 The shit 来指代它 比如 That car is the shit 那车真棒 He is the shit 他是大神 This video is the shit 这视频真不错 This video is the shit Right 咱这视频是不错 对吧 那如果你还没点赞 关注的话 给我个机会呗 但说 请千万记住 Shit 前加定贯资 The 才是好东西 你可千万别说 This video is shit 这视频糟透了 你如果那样说 就是在 Talk shit about me 说我的坏话 那样的话 我可能会 Feel like shit 感到很糟糕 我甚至会感到生气 想要 Beat the shit out of you 痛揍你顿 当然 我也只能想想了 毕竟 我只是只人出无害的兔子 哦 对了 以上这些表达 都是非常随性的口语 甚至可以说是 粗话 静止在朋友间 或非正式场合用 可千万别写在考卷上 或在客户面前用哈 不然的话 You might be in deep shit 你可能会处境很糟糕 那样的话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I don't wanna see it 当搞砸时 我可不想看见 不过话说回来 你总不可能 一直一帆风顺 一件坏事都不遇到吧 正可谓 Shit happens 天有不测风云 如果真发生了啥不测 再也只能长叹一句 Shit